早上好 欢迎大乘凤凰早班车 我是王峰 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号 结束了对于塔吉克斯坦的国事访问 为中亚之行画上圆满句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号 结束了对塔吉克斯坦的国事访问 启程回国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率议院上院议长 兼杜尚别市长鲁斯塔姆 外长穆赫里丁到机场划别送行 拉赫蒙向习近平赠送2014年以来 三次访塔的珍贵相册 再次祝贺习近平对塔吉克斯坦 成功地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 习近平指出 在访问期间 中塔两国元首进行了历史性会晤 将会引领未来很长时间 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访问期间 两国元首还共同出席 中方圆塔议会大楼和政府大楼的落成仪式 习近平还向拉赫蒙总统 授予了友谊勋章 并邀请他在双方方便的时候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去年1月 中国和中亚五国已经实现在双边层面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覆盖 而这次中亚两国之行 在哈萨克斯坦达成了数十项合作协议 拓展了全方位合作 中塔关系更是得到了提制升级 相信将会被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国中亚关系诸入新的动力 凤凰卫视 小文中明亮和有韵 塔吉克斯坦 杜上别报道 7月6号下午 习近平结束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24次会议 并对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进行国制访问后 乘专机回到北京 习近平在2号至6号期间 出席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上合组织会议 并应邀对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进行国制访问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向随情续者介绍了此访的情况 王毅表示 习近平开启中亚之行 对引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方向 称化中国同地区国家木林友好 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 走深走实具有重要意义 五天四夜里 习近平出席了三十余场重要活动 多双边三结合 郑经文全覆盖 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 认为此访亮点评出精彩分成 充分体现了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习近平分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会议 和上海合作组织加峰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峰会通过阿斯塔纳宣言 和关于各国团结共建公正和睦世界的倡议 关于睦邻互信和伙伴关系原则的声明 以及二十六份成果文件 中方愿同各成员和伙伴一起 着力推动上河组织发展成为维护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建设性力量 王毅表示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西北要领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 习近平与托卡耶夫总统进行了长时间亲切友好交流 就开辟中哈关系新的黄金三十年做出新规划达成新共识 两人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声明 见证签署数十项合作文件 习近平指出 双方要巩固相互支持 携手构建更加富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之后访问塔吉克斯坦 王毅表示这次访问有两个突出亮点 一是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中方圆塔议会大楼和政府大楼落成仪式 二是习近平向总统拉赫蒙颁受中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 此访期间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声明 宣布建立新时代中塔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更高起点上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 网易指出 习近平出席上河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期间 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与会外国领导人举行密集双边会见 各方均高度赞赏习近平提出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系列全球倡议 积极评价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应对挑战 网易表示习近平这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同有关国家的战略互信 进一步巩固扩大了中国的朋友圈 凤华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号致电 马苏德·佩泽西西洋 祝贺他当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 中医友好交往远远流长 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 双边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面对纷繁复杂的地区和国际形势 中医始终相互支持同州共激 不断巩固战略互信 稳步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并就地区和国际事务保持良好沟通和协调 既造福了中医人民 也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做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医关系发展 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 引领中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向纵深推进 冯卫师综合报道 刚刚在伊朗总统选举当中胜出的 佩泽西西洋六号 首次以当选总统身份发表了演讲 他承诺将会继续倾听民众的声音 佩泽西西洋还在演讲当中 感谢伊朗最高领袖哈密列伊 称若不是对方的支持 他不会有机会成为总统候选人 根据规定 佩泽西西洋赢得总统选举之后 依然需要得到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 和哈密列伊的认可 由于邀请嘉宾和筹备仪式需要时间 佩泽西西洋的就职典礼 以及新政府的任命 预计在一个半月内举行 佩泽西西洋以300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 成为了伊朗第九届民选总统 很多民众听到消息之后非常高兴 期待他的上台会给伊朗带来新的气象 选举结果出炉之后 伊朗国内股市上涨 外汇市场里亚尔增值 显示出市场的信心 早晨7点 伊朗内政部就宣布了 第二轮总统大选的投票结果 佩泽西西洋获得1600多万张选票 以300万张选票的微弱优势 战胜强硬保守派候选人贾利利 成为伊朗第九届民选总统 不少民众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十分高兴认为他会给年轻一代 带来更多好处 还有民众认为 他上台后伊朗的状况会得到改善 与世界各国建立更多联系 不过也有民众 伊朗资本市场对此消息反应积极 股市翻绿 涨幅喜人 佩泽西齐扬成为新总统 这让很多伊朗民众产生了新的希望 但是也有些民众不以为然 觉得一切都不会改变 现在的伊朗内外交困 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但是它的新政府会遇到 来自强硬保守派的种种阻挠和限制 它是否能够兑现承诺 不让民众失望 还需要耐心的观察 方卫视 郑开里日穆森 德黑兰报道 佩泽西齐扬获胜之后 让他成为了自2005年以来 首位改革派的总统 伊朗学者认为 这次大选之后 伊朗对华的政策不会改变 但是外交政策上会出现一些变化 从强硬走向务实 新总统将会在东西方之间 寻求平衡政策 主动缓和和西方的紧张关系 学者认为 由伊朗的外交政策框架 是由最高精神领袖决定 佩泽西齐扬上台后 也会延续这一框架 会重视发展和中国的关系 但会努力改善 与西方的关系 在东西方之间 更趋于平衡 学者认为由于强硬保守派 掌控议会 保守派和改革派斗争将更激烈 佩泽西齐扬上任后会面临诸多挑战 学者认为在加沙战争和地区问题上 佩泽西齐扬会继续伊朗以往的政策 会推动和谈 争取达成新的协议 由于此时正值加沙战争 俄乌战争持续 这次大选不仅微妙敏感 而且将影响伊朗内政外交走向 并将影响地区和世界局势 福皇卫视 李维正汉穆森 德海蓝报道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 将会在7号展开第二轮投票 海外投票在6号 就已经率先启动了 马克龙所领导的中间派 将会和左翼阵线联手 来对阵 极勇于政大国民联盟 外媒指出 双方的合作似乎是见效的 因为多个民调预测 国民联盟虽然说 依然会成为最大的政党 但是无法拿下 单独组合所需的 绝对多数席位 法国位于加勒比海的属地 挂德罗普岛 6日率先迎接选民 南美的法属归亚纳 以及法国在太平洋 及印度洋的属地 也陆续开始投票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 法国海外公民投票 也有序进行 纽约市一个票站 设在法国领事馆 有选民表示 因为忧虑法国的前途 而出来投票 在法国本土选前一天 传统上市静默期 票站人员在做最后准备 在首轮投票中 只有76个席位直接胜出 所以第二轮投票 还有501个席位有待争夺 极右翼的国民联盟 在首轮投票拿下三分之一选票 但随后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 以及支持总统马克龙的 中间派联盟 超过200名候选人退选 集中票源 令国民联盟的民调优势 持续萎缩 伊普索最新民调显示 国民联盟集盟友 预计将赢得175到205席位 左翼新人民阵线 预计将获得145到175个席位 而总统马克龙的阵营 预计将获得118到148个席位 国民联盟获得的席位 远低于绝对多数所需的289席 也低于过去三天 其他五家民调公司给出的区间 法国极右翼走进逐流 引起欧洲国家的警惕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支持 法国左翼联盟 成为最新一位直接就法国大选表态的 欧洲领导人 桑切斯说欧洲的极右翼政党 正在将他们的框架 强加给传统右翼政党 其中包括反对移民 性别平等和应对气候变迁的言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稍后我们关注更多的时事要闻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内地湖南岳阳华融县 洞庭湖一线堤坝 在5号下午发生了决堤之后 国家防板和应急管理部权力支援 投入了近百台的装备 夜以继日在所有两岸同时封堵 截至6号的晚上8点钟 洞庭湖226米绝口 已经封堵了66米 预计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才能够将绝口完全封堵 六日夜间 洞庭湖绝口封堵合农工程 夜以继日进行 施工现场一片灯火通明 湖南武警官兵 利用水上应急救援作业船 运输沙袋等封堵材料 抢险人员采用人歇 机器不歇的导搬制度 争分夺秒地开展封堵工作 目前溃口已初步完成 裹头枪堤 有效提升封堵合农效率 除了紧急封堵绝口 守住两道重要堤防之间的 建堤也至关重要 从7月5日夜间到7月6日白天 消防武警和民兵部队 不间断加固建堤 运送抢险物资 沿堤全面布好 带装杀卵石 引水面铺好彩条布 或土工布挡水 保护建堤 坚决不让洪水冲破第二道防线 许多抢险人员在忙碌多时候 累得直接在现场吸地而睡 洞庭湖决堤风堵工作 面临着溃口大 水卫深 物料来源困难三个考验 此外 抢险人员还要克服 雨后转热的高温 不过目前的晴天天气 平缓的水流 以及较小的上游来水量 都有利于风堵工作的开展 据悉 5日险情发生当晚 父亲约5000名涉险群众 就已全部安全转移 目前华中设置了4个安置点 5000个家庭应急包已被紧急增调至当地 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工作 此外 距离洞庭湖不远的平江九峰水库 6日也出现渗漏险情 目前当地正在抓紧抢险 已组织转移群众1000余人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湖南华融县梅州院 洞庭湖一线击坝 在5号下午发生决堤之后 武警部队和救援队正在展开封堵作业 应急管理部表示 预计6到7天的时间之内 能够完成洞庭湖决堤溃口的封堵任务 我先位置呢 是在湖南华融县团州院 洞庭湖一线大堤的决堤的现场 而我身后就可以看到 有不少的武警官兵 以及武警的挖掘机 还有大部分大量的卡车 装卸着这些沙石 在向这个决堤的断口 进行一个倾倒 在洞庭湖一线堤坝决堤现场 窥口处内外水位基本持平 水流流速也趋于平缓 目前正在进行读口作业 九国风堵呢 我们采取的战法是 机械双向力度 加上水上抛头的战法来进行 目前呢 我们已经进行了裹头 进行了双向近战 同时呢 对整个作业所需要的物料设备 进行了全面的规划 救援队说 窥口大 深度深 需要物质量巨大 是当前主要困难 正在逐步理顺提升施工效率 从目前进入情况来看呢 困难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呢目前现在的通行条件 不大理想 导致了我们整个强险救援的 效率的降低 在政府的协调帮助下 目前这些问题呢 都在逐一克服 据了解 目前窥口左右 两侧溃坝固定工作已经基本实现 下一步的主要工作计划 是从溃坝固定处开始 逐步向内推进封堵 直到实现合拢 目前湖南省岳阳市 累计调度各类救援人员 2300余人 并紧急从华融周边 县 市 区 长德 益阳 长沙等地 调拨5.56万吨块石 凤凰卫视周围涵王磊 湖南洞庭湖报道 再来关注英国 英国工党上台执政之后 新任首相斯塔默 在6号和内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斯塔默在会后宣布 将会撤销上届政府 把非法移民送往卢旺达 这项具有争议性的计划 他表示将会走访苏格兰等四地 和地区官员会面 并会出席9号 在美国所举行的北约峰会 斯塔默与新内阁成员 在唐宁街首相府召开首次会议 新内阁成员共有25人 当中11位是女性 是历届政府最多 包括工党副党魁雷娜出任的副首相 而英国央行前经济学家 45岁的李福斯 成为英国历来第一位女财政大臣 他上任后向财政部员工表示 新政府的核心任务是促进经济增长 斯塔默的新内阁班子 差不多所有人均毕业于公立学校 有别于保守党的精英路线 格约传统上多数来自私立名校 斯塔默会后宣布 撤销保守党此前提出 将非法移民送往卢旺达的计划 指计划未能遏制偷渡潮 保守党将非法移民送往卢旺达的计划 应涉及人权问题 一直遭到国际人权组织非议 他并宣布计划7日起前往苏格兰 北爱尔兰 威尔斯等地区 与当地首席部长会面 深入了解当地的情况 并于9日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 而在国防外交方面 斯塔默承诺会把国内生产总值的 2.5%作为国防预算 他又提到 以与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同电话 表达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而在伦敦专部 超过1万人参加游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人 他们呼吁斯塔默的新政府 积极推动加沙立即停火 新任外交大臣拉米 在访问德国期间强调 将会通过外交途径争取以哈停火 以及释放被扣押的人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英国大选传言落定 斯塔默也对俄乌冲突立场 做出了表态 他保证英国会继续地支持乌克兰 对抗俄罗斯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表示了感谢 不过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并没有祝贺斯塔默 反而是向英国右翼改革党领袖 法拉奇送上了祝贺 将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 5日在自家设媒平台 祝贺英国右翼改革党领袖 法拉奇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 特朗普形容法拉奇是一个真正热爱自己国家的人 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在本次大选得票超过400万 在各党中排行第三 但因为小选区制度 大部分候选人高票落败 最终只赢得五个席位 法拉奇在选举结果公布后说 英国政坛中右翼存在巨大缺口 他的工作就是填补着缺口 并形容本次大选可能是保守党末路的开端 他此后会将把批评的目标转向公道 曾历经七次竞选失败的法拉奇 最终在第八次当选 他是英国脱欧领军人物 政治立场被视为接近特朗普 既反欧盟也反移民 被认为是特朗普的长期盟友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他与英国新任首相斯塔默通过电话 祝福斯塔默成功实现英国人民的期望 并感谢斯塔默保证 英国支持乌克兰的原则不会改变 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 抵御俄罗斯侵略所需的支持 泽连斯基表示 他和斯塔默已在7月9号 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 协调了双方的立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 首相办公室的门外 有一只猫咪正在等候着 新的蚕食官团队 他就是捕属大臣拉里 当年是由卡梅伦时期 至今入主唐宁街 已经整整13年多 见证了5度益主 可以堪称是英国的一位老臣子 拉里是一只雄性 晦白相见的虎斑猫 它生于2007年 当时为了解决协助唐宁街 当时的鼠患 是由2011年的时候 被卡梅伦带到了唐宁街10号 担任起了部署大臣一致 英国媒体就戏称 在十多年的政治动荡当中 拉里或许是英国 唯一的一个稳定的象征 他见证着英国政坛的更替 政治生涯比前五任首相 包括卡梅伦 特雷莎梅 约翰逊 特拉斯 还有苏纳克是更加的长寿 而新当选的首相斯塔莫 在5号救人之后 拉里将会首次和工党的同事 一起工作 关注一下中东局势 新一轮的以哈冲突 即将要踏入第十个月 至今死于战火的巴勒斯坦人民 已经超过了三万八千人 那哈马森的据报 已经初步同意了 美国所提出的三阶段停火协议 不再坚持 以色列在签署协议之前 承诺永久停火 不过以军则继续的轰炸 加查中部的努赛赖特 由一所联合国学校到达了攻击 最少有16人死亡 75人受伤 以军空袭过后 现场一片混乱 有人受伤 口不流血 其他徒人就四散逃命 地上满布瓦砾碎片 没有受伤的人就走到现场 拯救受伤的同胞 遇袭的是加沙中部 努赛赖特难民营 一所联合国学校 哈马斯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说 学校内有约7000名流离失所的民众 已军指 有哈马斯武装分子 藏匿在学校内 甚至把学校当作指挥中心 因此实施空袭 事前已采取多项措施 减轻对平民的伤害 伤者不断送到医院抢救 当中有不少青少年 甚至儿童 自去年10月 新一轮巴尹冲突爆发以来 当地的难民营内 已经有超过17所学校 和难民中心的设施 遭到以军轰炸 整个加沙地带 则有超过3.8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超过8.7万人受伤 新一轮尹哈冲突 即将踏入第10个月份 停火依然遥遥无期 据哈马斯高级成员透露 哈马斯已初不同意 美国提出的三阶段停火协议 不再坚持以色列 在签署协议前 承诺永久停火 双方将首先实施 为期六星期的全面停火 其间哈马斯将释放 部分被其扣押的以色列人质 包括妇女 老人和伤者 以方则将释放 数百名被其扣押的8人 以军还将撤出 加沙人口稠密地区 并允许8人返回加沙北部 在第一阶段停火期间 以哈双方还将通过调停方 继续就第二阶段停火进行谈判 据匿名以色列谈判代表透露 以哈双方有可能最终达成停火协议 埃及媒体引述埃及官员报道 以色列籍美国的官员将会到当地 与哈马斯举行会谈 商讨有关停火协议的重大议题 美国国防部则发表声明 表示防长奥斯汀 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电话 美方敦促以色列缓和局势 并支持其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 以解决加沙冲突 方卫视综合报道 把国前总理德威尔潘 6号在北京出席论坛活动时表示 对加沙危机应该避免双重标准 确保国际法在任何地方都是平等的 防止中东成为21世纪的巴尔干半岛 自去年10月 新一轮巴尔冲突爆发以来 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 已造成10万多巴勒斯坦人的伤亡 人道主义危机愈演愈烈 法国前总理德威尔潘表示 战事不断扩大 就可能演变成全球性战争 当务之急是要避免双重标准 维护国际法的信誉 Regarding Gaza, we also have strategic not just humanitarian constraints it is about preserving our credibility by avoiding double standards international law must be the same everywhere and for everyone it is about preventing the Middle East from becoming such an unstable global battlefield 近段时间越来越多国家 开始公开考虑承认 巴勒斯坦国的问题 特别是在欧洲 巴勒斯坦驻华大使马赫达威就强调 当前各国还需采取 更多的积极立场 相信美国不会自绝于国际社会 i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willing to bring peace we don't need to have too many conferences it can be done now is this going to be chang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yes it can be and Americans can come also into terms if there is a unity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s very important to see more countries and more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Europe to bring America into an isolation position and to see that they cannot remain against the whole world if America changed Israel would change tomorrow 谈及中东地区的安全架构 由伊朗学者建议 地区内所有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都应受到重视 地区安全架构的建立 必须由地区国家主导 外部国家只能起支持性辅助作用 同时也要建立对话和冲突解决机制 凤凰卫视周嘉信留家号北京报道 网络自媒体一度炒作 原俄罗斯国防部的副部长 舍夫佐娃出逃法国 在这样的传言之下 舍夫佐娃在6号在莫斯科露面 并且做出了回应 也参加了在莫斯科科里姆林工 举行的舞蹈比赛 来证明他本人并没有离开俄罗斯 有关俄罗斯国防部原副部长 54岁的舍夫佐娃出逃法国的信息 是由电报频道一个匿名的账号发出 随后被一些边缘性社交网站平台 和炒作流量的自媒体作者 添油加醋编故事 但是俄罗斯权威媒体 一直没有回应这些报道 官方对此也没有做出回应 随后这些信息被广泛地 在中国社交网站上放大 一些自媒体人对此话题进行了炒作 但是中国主流媒体 和包括本台等在内的传统媒体 仍坚守新闻真实性的 五个要素的底线 没有对此信息进行回应 此前 舍夫佐娃在俄罗斯国防部 负责监督审计预算资金的不当支出 并管理政府的命令 舍夫佐娃自2010年8月起 担任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 在此之前 他曾担任俄罗斯联邦税务局副局长 和俄罗斯国防部部长顾问 当时这两个部门均由原俄罗斯国防部部长 谢尔九科夫领导 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 舍夫佐娃负责监督国防部军事人员的 社会和住房供应 今年6月17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 要求舍夫佐娃 以及与前俄罗斯国防部部长 邵伊古共事的另外三名国防部副部长辞职 父皇位属盧玉光 顿捷茨克的报道 韩国总统尹西越 本月将会前往美国参加北约峰会 而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的 外交安保特别顾问 严实大学教授文正仁 在接受采访时就谈到 美国正主导打造亚洲版北约 批评这是在分裂亚洲国家 在亚洲制造老战 伪证人说韩国朝鲜的特殊关系 决定了韩国难以有空间 去调解中美之间的关系 韩国只可以作为中等国家的议员 去参与中美关系的调解 但是韩国总统尹西越 即将到美国参加北约领导的峰会 伪证人说自己当然不同意这样的做法 韩国总统尹西越 魏证人接受采访说 美国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为了包围中国 在游战时期的游战时期 他认为美国的外交目标很清楚 就是保持独大 但是在东北亚地区留下的就是冷战 在东北亚地区冷战局势纯纯欲动之时 朝鲜不断推动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 推动要建设的是朝俄同盟 韩正人认为接二连三尝试与美国改善关系都未果之后 抓住乌克兰危机创造的机遇 发展与俄罗斯的双边关系 使任何人站在了朝鲜位置上都会做出的必然选择 虽然有人指责俄罗斯和朝鲜是在加速冷战格局的形成 韩正人强调 不要寄希望于任何的国家 以损害自身的利益去成就所谓的大局 区域内的大国要站出来行动起来 维护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和平稳定的大局 凤凰卫视 霍委伟 赵伟 北京报道 稍后我们关注香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 严厉谴责美国驻港总领馆 肆意诋毁香港民主状况 针对美国驻港总领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审议通过中国参加第四轮国别人权审议报告之际 借机炒作 肆意诋毁香港民主状况 攻击中央对港政策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强烈不满 予以严厉谴责 发言人指出香港民主人权状况如何 香港市民最有发言权 国际社会也有公论 在香港国安法律护航和新选举制度保障下 香港呈现良政善治新气象 市民享有的各项权利自由依法得到充分保障 一国两制实践重回正轨 香港在权威国际机构的各项排名中 依然名列前茅 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 各国商界对香港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发言人强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致和可 中国参加第四轮国别人权审议报告 120多国积极评价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美国驻港总领馆网顾自己国家的民主乱象和侵犯人权的斑斑劣迹 无视香港发展现状和国际社会主流共识 再次对香港事物说三道四 充分暴露其见不得香港好的阴暗心理 奉劝美国驻港总领馆趁早放弃以港恶华妄想 恪守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凤凰卫视显至香港报道 2024年香港爱国主义教育论坛在香港汇展中心举行 另外由香港教联会和中国宇航学会合作打造的 香港航天科普教育基地也举行了启动仪式 香港爱国主义教育论坛今年踏入第四年 以弘扬科学家精神逃出新时代动员为主题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视频致辞表示 特区政府已公布新的小学科学科课程 加入了关于国家航天和创新科技课题 国家航天系列一日千里 特区政府与国家航天教育为载体 通过有机结合机人联系的方式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我希望让更多学生成为国家航天系列的支持者 另外 由香港教练会与中国宇航学会合作 打造的全国首个香港航天科普教育基地 邓天已举行启动仪式 仪式特邀中国航天员刘洋视频致辞 刘洋表示自己是赶上了好的时代 有机会乘着社会发展的势头 施展才干 刘洋呼吁香港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 积累科学文化知识 勇敢追梦 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凤红卫视王金璐香港报道 香港大学金管学院涉嫌学历造假的学生人数 可能会继续上升 当中相当一部分是给非法的黑中介 支付了高昂的中介费 那对此有教育界人士就提醒申请者 造假行为是刑事犯罪 千万不要以身释法 港大金管学院大批学生被查出学历造假 让其实存在已久的留学黑中介圈受到关注 打开社交软件 超低标准入读香港欧美等名校的所谓 保路直通车宣传铺天盖地 共同特点就是贵 但依然吸引到不少学生入坑 港大事件中 在目前30多名学生造假的基础上 不排除涉嫌造假的人数 会继续上升至近百人 以涉嫌使用虚假文书的罪名 香港警方已经拘捕数名人士 有网友甚至评价 花费100万入学机入狱 都很海鲜价的 他们很多时候几十万 去到甚至一百万都有 内地有很多中介 其实他们都会经常宣传 就说帮学生可能保录港大 中大这些名校 可能他们那个所谓的保录方法 就是去修改学生的一些文件 就是千万不要相信一些 可能有些中介的宣传 说什么绿色渠道 特别通道这些字眼 都要小心一点 大胆一脸的留学中介 会伪造文书来获得录取 有一些则是收取费用 在学生无法录取后 只退一部分中介费用 专门来赚取差价 有中介提醒 无论是香港还是海外院校 即便侥幸获得录取的资格 哪怕是已经毕了业 一旦被查出后 最起码也要被取消学位 留下黑历史得不偿失 有教育界人士也再次提醒学生 不要以身施法 你也都入到大学 你很难生存到的 那个情况的环境 所以对于同学来说 也都不是一件好事 也都对学校来说 也都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为始终学校都需要 同学的排名 同学的成绩 去拉高他们全球的影响力 千万不要以身事法 因为这个不止说 对那个学生 未来的学习 和事业的发展 是没有任何的好处之外 在香港 它也是一个刑事的案件 犯了案的话 后果是很严重 是一个刑事的罪行 凤凯卫师赵龙 新高报道 在台湾云林县斗六市 在六号下午发生了 阴架倒塌的意外 两名工人送医不治 另外有三名工人头部受伤 那县府已经勒令停工 而确切的事发原因 尚待厘清 事发一刻 云林县斗六地区下大雨 刮起强风 有七层楼 约21米高的鹰架倒塌 大量残骸从天而降 倒塌面积280米 五人被砸中 其中一男一女头部重创 送医抢救宣告不治 云林县消防局 六日下午4点12分 接获通报 出动11辆消防车 38人前往救援 现场一度有10人被困 但没有受伤 在协助下 顺利脱离事故现场 涉事的福茂科技公司 是台塑关系企业投资创立 在云林建厂28年 去年11月扩建第五厂区厂房 工程进度已经来到77% 当局已勒令厂房停工 如果违反职安法相关法规 最高罚30万元台币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 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的发言人 穆加西德表示 日前召开的第三届 卡塔尔多哈阿富汗会议 对于解决阿富汗当前 所面临的危机 具有积极意义 会议成果也体现了 多国对于阿富汗的支持立场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 发言人穆加西德表示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 对第三届 多哈阿富汗问题会议 持乐观态度 在这次会议上 塔利班临时政府 代表同包括中美在内的 二十国特使举行的会谈 对会议在支持阿富汗方面的进展 做了积极评价 穆加西德还进一步称 塔利班代表在同美国 特使举行会谈期间 双方还提到了 交换囚犯的问题 表示目前有两名美国公民 被关在阿富汗的一所监狱 而阿富汗也有公民 被关在关塔纳墨监狱 双方都同意将共同解决 互换囚犯的问题 穆加西德还坦言 此次多哈会议期间 与会各方并没有讨论 承认塔利班临时政府 女孩教育或包容性政府等议题 但透露美国 德国等国 有意寻求在喀布尔重新开设使领馆 风华博士记者张金峰 巴基斯坦伊斯兰报报道 意大利其中一座最活跃的火山 斯特隆伯利火山日前喷发 但是游客无惧当局所发出的红色警告 继续观光行程 斯特隆伯利火山6号继续喷发 由火山的碎屑雾不断掉进海里 在岛上的游客则无惧当局所发出的红色警告 继续乘坐观光船出海 观赏火山喷发的奇景 有游客指火山就像是一块磁铁一样 具有吸引力 让他们整天都在观察喷发活动 意大利的民防机构 在4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告 指火山喷发的情况可能恶化 当局正在密切地监视 并确保疏散计划准备就绪 消防部门也在岛上增掉了一倍的人手 进行戒备 好 体育方面 关注商业电台的两则报道 第一则是关于欧洲杯八强赛 其中一场是英格兰对阵瑞士 两对赛上半场都没有进球的记录 瑞士前锋布雷尔恩伯洛 在第75分钟打破了僵局 禁区内右脚建功 随后的5分钟 英格兰则是在布卡约萨卡的努力之下 将比分扳平 法定时间双方打出了1比1平 加持30分钟 双方也没有进球 需要互设12码来分胜负 最终英格兰在互设12码当中 以5比3胜出 晋级4强 另外一场8强比赛当中 荷兰2比1反胜了土耳其 将会在4强当中对阵英格兰 争夺决赛的席位 商业电台也关注到的是 芬夫尔登网球锦标赛 目前排名世界第42位的中国选手 王兴渝首次打入了女单的16强 他在第三圈对阵的是英国选手达特 首盘是以2比6输掉 而王兴渝则凭借顽强斗志 连锥两盘7比5和6比3 反胜盘数2比1晋级 另外一方面 世界排名第一波兰的斯维亚特克 在第三圈则是止步 他对阵的是哈萨克斯坦的普丁赛娃 斯维亚特克开局顺利 先赢6比3 但随后被普丁赛娃 连赢6比1和6比2 当地时间7月6号上午 中国游泳队飞抵巴黎带高楼机场 为巴黎奥运会做最后的准备 巴黎机场管理局2024巴黎奥运大使 到现场迎接 并有中文为中国队加油 来看白天记者 巴黎约现场的报道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巴黎的戴高楼机场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7月6号上午 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看到 从到达出口 陆续走出来的是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们 其中就包括了中国游泳队 中国游泳队这次 共派出了31名运动员 参加巴黎奥运会 相比上届东京奥运会增加了2人 其中已经步入儿立之年的老将汪顺 将开启他的未免道路 此外 蝶后张雨飞和蛙王秦海洋 也将全力以赴争创佳绩 巴黎机场管理局2024巴黎奥运大使 法国前男子跆拳道运动员帕斯卡 亲自到现场迎接中国游泳队的抵达 并通过凤凰卫视 用中文为中国队加油 根据赛程安排 巴黎奥运会的游泳比赛项目 将从7月27号至8月4号展开比拼 届时将有来自全球各国的 852位游泳员参与比赛 我们在这里也预祝中国游泳队 能够届时取得优异的成绩 凤凰卫视金梁梦也 巴黎报道 我们也看一下香港大公报 对于巴黎奥运的报道 随着全球暖化的加剧 法国巴黎奥运可能会成为 史上最热的一届奥运 炎热的天气和主打减碳 不安装空调的选手村 也成为了本届奥运的一个 矛盾的对立面 那巴黎奥运会原本设定的目标 是将碳排放的总量 减少到2012年伦敦奥运 和2016年里约奥运的一半 不过近日 随着南欧的热浪逐渐的向北移动 法国天气也是逐渐转情 奥运期间 巴黎是否会遭遇热浪 引发了外界关注 那酷热天气 除了会影响到运动员的表现 更有可能会导致他们昏倒 热衰竭 甚至可能会造成死亡 在多国代表团的强烈要求 还有舆论的压力之下 巴黎澳洲委已经投入 订购了2500台空调 供各国选手们使用 随后带大家关注 几则娱乐新闻 来看娱乐快递 女团COLA的成员 苏雅玲现身铜锣湾出席品牌活动 最近为动画电影《玩转脑朋友2》配音 苏雅玲表示自己很开心 可以为动画角色配音 林峰出席一间连锁餐厅的活动 林峰透露女儿近日已经来港参加暑期班 现在她亦有空闲时间都会照顾女儿 有空就在家里照顾女儿 因为我昨天她第一天去Summer Course 都是我接送的 最主要我想她多些语言环境 可以说多些 尤其是她现在广东话不是太诚 我很想她可以说到广东话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大声今天的凤华早饭车 祝大家周末愉快 更多消息也请各位锁定 稍后我们播出的各界新闻 明镜与点点栏目